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392集 童子 此刻的王林全身赤裸,身体上透出晶莹光泽,尤其是其双目,不再如以往那般黑白分明,而是带着一股邪气 前锋的双眼也是充满邪气,但与此刻的王林相比,如同浩月与萤火一般微不足道 在王林的双目中,这股邪气只代表了一个字 狂 狂,狂,很狂,非常狂 那是一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桀 那是一种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无法无天的狂意 他随意地扫了朱雀子一眼 这一眼比闪电还要明亮无数倍 朱雀子身子一震,这一个,他好似真正地回到了当年 面对上一代朱雀子时那种心神巨震之感 他的双腿立刻登登登,退后竖步 额头无数年来第一次,溺出了冷汗 你,你是王林 不,你不是王林 阁下到底是谁 朱雀子深吸口气 眼中露出隐藏极深的惊骇 老子问你,你是几代朱雀 带着浓郁桀骜的言辞 从王林口中传出 这声音中啊,透出一股你必须要回答的语气 顿天睁睁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看着王林,心底生起浓浓的陌生感 他与王林接触时间呢,也不算短 此刻一眼就看出眼前之人绝对不是王林 王林绝不会有如此让人可怕的气息 有如此狂傲天下,无法无天的桀骜 这种气息与桀,只有那些修炼了无数年的老怪才可以拥有 朱雀子有心不达,但他此刻却是不由自主地说道 十四代朱雀 十四代朱雀 王林沉默少起,冷冷地扫了朱雀子一眼,说道 看在夜无忧的份上,老子今日不杀你 滚吧 夜无忧 顿天一争啊,这个名字他很陌生,从未听过 但朱雀子却是听到这个名字后啊,面色从未有过的大变 身子立刻退后树上,脸上的惊骇再也无法掩饰,立刻暴露出来 你 朱雀子倒吸口冷气啊,好似一道闪电击中了身体 身子不由自主的遗颤,看向王林的目光已经不仅仅是惊骇 其中啊,还包含着浓浓的巨蜘 夜无忧 这个名字整个朱雀星只有历代朱雀子才知晓 外人绝不会知道 即便是当年的那些其他门派的老祖 也没有一个知道这个名字 只知道有一个人 他的道号名为朱雀子 夜无忧便是一代朱雀的名字 朱雀子看着王林身体外那扩散而出的一圈圈蓝色光环 历代朱雀子的资料立刻在其脑中回荡 最终啊,锁定在了一个身份之上 这一刻啊,朱雀子的京剧更重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恭敬地向着王林鞠了一躬 苦涩地说道 参见老祖 晚辈这就离开 说着他连忙后退 顿天眼中精芒一闪 立刻喝倒 把第四魂留下 朱雀子脚步一顿 眼中露出挣扎之色 猛地转身 看向王林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追忆的惆怅 说道 当年也无忧对老子有大恩 罢了 你要这第四魂也是为了对抗仙仪族 我便借你三年 三年后给我 顿天一急啊 正要说话 被王林目光一扫 立刻生生止住 那目光中 他看不到任何王林的感觉 有的只是一股陌生的气息 好似他若是再说话 对方就会毫不犹豫地 把他抹杀一般 顿天心神一颤 不敢再说 朱雀子松了口气 若是对方强行要这第四魂了 他真不知该如何选择 很有可能要与对方斗一斗 不过 与传说中那人斗法 他半点自信都欠缺 朱雀子一抱拳 转身就要离开 王林眼中桀骜之色一闪 嘲笑道 既然猜出老子的身份 想必也知晓了老子的规矩 你就这么走了吗 朱雀子沉默 抬起右手 左手一消之下 两根指头落下 鲜血涌现 他望着王林说道 此事是晚辈疏火 良知可够 王林摇头 傲然地说道 再留下一个 朱雀子一咬牙 朱雀子一咬牙 左手一消 又砍断一根手指 面色苍白 望着王林 滚吧 王林截然道 朱雀子立刻投也不回地迅速离开 转眼睛 转眼间便化作长红 消失在了天地之中 十万里外 十万里外 朱雀子牙关紧咬 冲着天空一阵咆哮 二代朱雀 他怎么还活着 怎么会还在朱雀心 怎么可能 当年三代朱雀算计他 引来域外羞逝 此人居然还没死 一路咆哮着 飞到朱雀国上空后 他身子一顿 忽然停下 回头看向披卢国防卫 脸上愤怒一收 露出狐疑之色 不对 你典籍内描述的 二代朱雀的性格 绝不会对我心词手软 莫非此人刚刚苏醒 刚才是虚张声势 朱雀子沉默烧情 脸上阴晴不定 最终暗叹一声 他实在没有胆量 再回头去试探对方虚实 脚步一顿 天空轰的一下 出现一个巨大的裂缝 朱雀子恶毒的 盯着披卢国方向 二代朱雀 朱雀子身子一顿 飞向朱雀山 披卢国 恋魂宗内 王林的身影 在察觉到朱雀子 远远地离开后 身子一晃 从半空中 一头栽下 顿天一惊恶 立刻上前 把王林接住 此刻的王林 面色苍白 双目紧闭 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顿天仔细看了几眼 忽然面色大变 失声道 多舍 他没有任何犹豫 一咬牙 右手抬起 就要点在王林的眉心 帮助他抵抗 那股多舍之力 但 就在他右手 将要点中的瞬间 王林睁开双眼 其眼中黑白分明 再无之前 半点桀骜之色 前辈住手 王林虚弱的说道 顿天盯着王林 沉声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这小娃娃 刚才好鲁莽 看不出轻重之色 若是换了老子 以往的脾气 一掌就把你拍死 别看你寿原断绝 老子一样可以让你尝尝 寿原被一点点抽离的滋味 一个狂妄的声音 从王林眉心处传来 紧接着 一团青芒一闪间 从王林额头飞出 在一旁化作一个高大的声音 此人中年 面部粗犯 身材魁梧异常 他一出现了 立刻涌现出一股庞大的气息 天空轰然色变 在此人气息的冲击下 一片片云层凝聚 其内闪电涌动 滴滴雨水 从天而降 这中年人呢 抬头看了看天空 吼道 给老子散 让你下雨了吗 一吼之下 天空云层 顿时崩溃 立刻消散一躬 就连那些降下的雨滴 也漠然间席卷而去 没有半点落下 顿天身子矩阵 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说不出话 亡灵苦笑 干咳一声 他刚才在朱雀火来临之前 已经原神归体 成就应变大盗 只是朱雀子 与顿天的战斗 他无法参与 在朱雀火之下 躲入天逆珠内 在那里 司徒南苏醒 只不过呀 刚刚苏醒的司徒南 空有危言 实际虚弱得很 二人甚至 都没有多少时间叙旧 司徒南便察觉到 外面的一幕 进入到亡灵的肉身之内 把朱雀子生生吓走 不得不说呀 司徒南的装腔坐势 功力极为深厚 在让朱雀子断旨的时候 王林看到这一幕 极为紧张 反观司徒南 却是没有任何担心 一如既往的 桀不熏 事后 王林曾问他 为何要让朱雀子断旨 难道不担心 对方反噬吗 司徒南的回答是 因为老子是司徒南 刚才险些让你这小娃娃 坏了老子的大事 要什么第四魂 若是让那小麻雀崽子 看出端倪 老子今日 岂不是刚刚苏醒 就要再次沉睡吗 至于那第四魂 等老子有了肉身 恢复了修为 直接杀上朱雀山 抢回来不就行了 司徒南登了顿天一眼 顿天修到至今 已经上千年没有被人称作小娃娃 此刻他唯有苦笑 说道 前辈是 司徒南抬头 傲然道 王林 替我告诉这小娃娃 老子是谁 王林苦笑 看着顿天 说道 他是司徒南 司徒南 顿天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古往今来 到底有哪位强者 叫做司徒南 十二代朱雀 王林诱到 顿天身子一颤 登登登退后几步 眼中露出震惊到了极点的不可思议之色 他顿时明白 为何朱雀子会被此人生生吓走 二代朱雀的威名啊 太大 甚至于在某些方面 已经彻底的超越了一代朱雀 稍起 顿天深吸口气 向着司徒南深深的一拜 恭敬地说道 万辈炼魂宗顿天 参见前辈 司徒南点了点头 说道 嗯 看在你为王林护法 并且送出十亿尊魂饭的份上 老夫答应你 若是有机会 定会帮你把炼魂宗 重新恢复道统 司徒南眼中啊 露出一丝追 这份追 是真真切切的 他想到了当年的炼魂宗好友 若非此人相助 在那场域外修饰的战争中 他恐怕连藏入天逆的机会都没有 顿天脸上露出微笑 他的一声呢 都奉献给了炼魂宗 炼魂宗便是他此生最大的不舍 所以啊 在寿源断绝前 他不惜血本 结交王林 更是对他寄以厚望 他的目的 正是为了给炼魂宗留下一丝香火 朱雀子的来临呢 让顿天有了绝望 可百转千回之下 一杯一喜之间却好似经历了不同的轮回一般 此刻 二代朱雀亲自答应 让炼魂宗道统不灭 顿天知足了 他带着嘴角的微笑 盘膝坐在地上 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师兄 你的卦象硬了 我顿天可以含笑与你相见 与师尊相见 与历代先祖相见 我顿天不是炼魂宗的罪人 我为炼魂宗找到了新的希望 我能看到 未来的炼魂宗将会成为 超越六级修正国的存在 我顿天的名字 在炼魂宗的历史上 将会留下重重的一笔 师尊 我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 我顿天此生 甘愿抹去神志 成为尊魂藩之魄 含笑九泉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作者尊魂藩 作者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